Hello 各位小朋友 今次是6月2個禮拜和大家見面 今次我們都會有報員和導師和我們一起分享 請他們介紹一下他們自己是哪班的導師和報員 Hi 我是Auntie Why 我現在是星期六馬可成長班的導師 另外是儀佑佈服事 Hi 我是Tony哥哥 我是在馬太成長班助理導師 哥哥 你的頭髮很白 對 很不公道 他是哥哥 你是Auntie 你是哥哥 那家琪sir 是什麼 是小朋友 那我也是BB 好了 介紹完之後 他們今天帶了一首歌和我們分享 不如我們先和小朋友唱一次 好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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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s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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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好听的歌 这首歌里跟我们讲到大自然的创造 我知道Tony哥哥对大地很有认识 不如你跟我们分享大地的东西 我的兴趣是去官僚 在官僚过程中 让我认识到香港有很好的地方可以官僚 例如可以去米布 可以去大布教的地方 从官僚过程中 让我认识到很多很漂亮的雀鳥 上帝创造大自然的美丽可爱 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大自然 还有其他东西可以看吗? 你主要看雀鳥 雀鳥 其实是跟我们的树木 和大自然是很有关联的 因为树木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果实 可以喂养这些雀鳥 但是 原来我们真的要每一样东西 都要爱惜我们的大自然 如果不是 雀鳥就会减少 树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都要環保一点 对吧 而且这首歌和故事 今天都跟我们分享 以前我们经历过上帝 不过现在是亲眼去看见上帝 以前是在书本里 可能在圣经里面经历 那Auntie One 有没有特别经历上帝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疫情的时候 有很大的感受 可能小朋友少了回城 因为有些可能 適应不了Zoom的聚会 有些可能其他原因 要离开去天南地北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天父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做什么 天父都会看顾我们这些幼稚园 希望小朋友都时时跟神亲近 去享受神所 有一次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 嗯 好 那我们再唱一次 是不是有些东西加入 是的 不如这首歌 好像可以有些动作 拍手 那小朋友可以看看 能不能跟到我们 那当我们唱到英文 Hallelujah Leave your hands I sing 那会拍两下 Hallelujah Keep your hands 这样的 主要都是这两个位 拍手 我们一起唱歌 赞美神 拍手也可以赞美神 好 我们试一下 好吗 好 好 准备了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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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not me 我想要告举你 成 你乖更多次 大地有吻飘 万物戒不接 国财西养子当世 大地有吻飘 万物戒不接 人质可不有趣 阿里路亚 令我心大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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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时间交给陈可南神学生 与我们分享故事 各位小朋友你们好 不知过去一个星期 你们觉得怎样呢 有没有经历过失落和难过的时候呢 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就是关于有一个人落在困境里面 我们一起去看这个故事 圣经记载有一个人 他叫做若伯 是一个义人 圣经形容若伯是一个完全正直 经威神 远离恶事的人 小朋友你们知不知 其实圣经很少形容一个人物 描述他完全正直 连神都亲自去赞扬若伯 他说地上再没有人 好似若伯一样 完全正直 敬威神 远离恶事 但因为魔鬼质度若伯 他想试探他 魔鬼觉得若伯对神 如此敬威 是因为神赐福给他 让他有很多东西 他才会如此敬威神 事实上若伯是一个父户 圣经记车 他在东方人是最大的 他有很多伸畜 羊 牛 骆驼 很多的瀑皮 很多的财产和儿女 因此魔鬼觉得 只要他拿走这些东西 若伯应该不会再敬威神 所以有一天 魔鬼令到若伯失去这些财产 令到他家破人磨 小朋友如果你是若伯 你是眨眼之间遇到家破人磨 你会不会仍然 都是如此敬威神 还是你会去到埋怨神 若伯他没有埋怨神 若伯他竟然是苦服在地上 他跟神说 我赤身出母胎 都必赤身归回 赤身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意思就是 他出生的时候 其实他什么都没有 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上帝有主权 他可以给我们 都可以收取 他竟然赞颂耶和华 我们可以看到若伯的信心很大 不过后来 若伯不单止失去他的一切 他全身都生满了毒瘡 很痕 其实很难受 后来他有三位朋友 听见若伯他在这样的困府里面 他们想着要去探若伯 要去安慰他 于是他们就去探若伯 不过在过程中 他们不单止没有安慰若伯 他们还跟若伯辩量起来 他们辩量些什么 原来这三位朋友觉得 若伯他之所以会遇到这样的警方 是因为他得罪了神 因此他们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说 你一定做了什么坏事 才会受到神的惩罚 另一个就说 你一定要悔改 当时若伯他不单止得不到安慰 他还觉得很烦饒 于是若伯他终于忍不住 他很委屈地说到 不是啊 我没有 我一直以来 我都是行事正直 我没有做神不起悦的事 因此他们就这样斟变起来 都很想知道 若伯为何会这样受苦 他受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 神在旋风里面跟若伯说话 神说 若伯我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世界有多大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傲秘 是你不知道的 听完神一连串的问题之后 若伯他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 很卑微 他觉得人的思考和辩论 如何可以完全明白神 是不可以的 神的意念是不可以插得透的 于是若伯对神有了新的形式 他认识到神是很伟大的 是全能的创造主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神的旨意 还有他明白到 他明白到 神要他遭遇的这一切 是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 于是乎他很谦卑地说 主啊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 你说的东西都是很奇妙 我没有办法去到七头 我是无知 我对你的了解其实很少 我以为我很了解神 但其实我并不认识我的上帝 现在我才是亲眼看见你 若伯他觉得他现在才是亲眼看见神 他真的听到了神的话 他才真实认识神奇妙 和可畏 若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他更加的去敬畏神 在这次的试炼里面 若伯经过了信心的考验 最后神将他失去的产业儿女 加倍的去祀福给若伯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不用去求若伯的经历 是不是 我们都必须要对神的真实 神的作为有更深刻的认识 但我们怎样可以认识神 我们透过祷告 我们透过生活上的大小事 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藉着读经 认识神的圣情 可以让我们成为神更加喜悦的人 更加合乎神的心意 上帝很奇妙 但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更加认识他 亲眼看见他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分享今天的金句 今天的金句是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是记载在《若伯》的四十二章五字 然后有三条关于今天讯息的亲子讨论问题 小朋友可以和家长一起讨论 第一条的问题是 当朋友去到指责《若伯》 要悔改的时候 若伯的反应是怎样的 第二条的问题是 神对若伯说了些什么 令他觉得自己很渺小 很卑微 第三条的问题是 现在的你 有没有好像昔日的若伯一样 遇到令你很低落 很难过的事情呢? 如果有 你可以和家人一起去到分享 然后透过祷告 将这些事交给我们的神 好 最后我们一起有一个祈祷 我们一起去到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 神我们的确是很微小 很微不足道 但上帝你竟然把我们捧在你的手心当中 你不看我们为卑微 神爱我们有很多的事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 我们亦都差不多 但我们仍然去到确信 上帝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 都是善的 你所对我们所做的 每一件的事情 我们遇到的每一样的事 都是你的心意 而你仍然会与我们同在 祂你让我们学会 敬畏你 信靠你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得圣名字 恳求阿们 小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 拜拜